长次号船员拍下货轮星期一脱困一刻 船上的人围埋一起欢呼 这艘割潜在苏伊士运河6日的超大型货柜轮 移到附近的大虎湖之后专家上船检查 将会评估船身损毁程度 调查基件和安全系统 找出割潜原因 制造长次号的日本公司金字造船 估计船底损毁最严重 船厂说交回给长榮海运 决定长次号留在埃及当地 还是前往其他地点维修 以及是不是继续去原定目的地录特丹 而陆续有大型货轮通过苏伊士运河 管理局预计星期二可以安排140艘船通航 期望三四日内完全消化制塞 管理局主席表示 日后会在运河一带 部署更多拖艇和挖掘机械 埃及总统蔡西前往试察 表示很高兴运河重新开通 他感谢管理局上下 以及提供援助的盟国 蔡西说交回给专家调查事件 埃及不会干预 由线电视记者陆桥山报道